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字很陌生 我完全不会明白这个字 其实心胞膜是什么 其实心胞膜是一层膜包住心脏外面 心脏的胸腔是跟肺黏着的 但问题是不是黏在一起的 心脏的膜包住它 跟心脏肌肉之间有一层很薄的液体 就像是优幻液 因为心脏不断跳动 不断摩擦 如果外面没有东西包住 不断挂着就不行 也变成了绷血 有没有那么顺畅 所以通常我这一层膜 就说那层膜有些少许的液体 就包住心脏 那层膜就叫做心包膜 有什么可能性出现问题 通常最常见到的就是发炎 因为本身那层膜和心脏之间 那些地方的细胞 有时候你见过 有些人可能是细菌进入去 就变成了发炎 有些人可能是其他病毒感染 也可能见过去发炎 发炎的时候就会很痛 因为心脏不断跳动 如果发炎的时候 里面是不断摩擦 就会很痛得很厉害 就是损了 那种感觉是挺恐怖的 那就是急症 其实那些痛得很厉害 那些人的痛得是不能睡 不能坐 最常见的人是要污潜 因为污潜 因为污潜的心相对来说 就会有少少凌空 相对来说就差得不太痛 但也是很痛 其实心痛或心胸口痛 也挺吓人的 特别上一年纪之后 觉得心脏病会拜馆的感觉 那种感觉也挺恐怖 好像刚才所说 发炎、磨损、痛 又不是急症 急症就好像一声就消消事 但这不是急症 都算急 其实可以发得很快 可能由他最初没有事 到他痛得很厉害 可能是几个小时的事 都会见过 如果我们理不及了 有什么情况会发生 即是最恶劣 拜馆便会熄灯 但如果这个所谓发炎 最恶劣是怎样的 其实一般来说 我个人会觉得很气喘 气喘和发烧 但如果发炎得太厉害 其实痛不痛 反而他就没有不同 因为发炎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分泌 即是一些液体走出来 当液体越整越多 相对来说 刮得不太厉害 反而就没有那么痛 但到了那个时间 心身反而就会受压迫 因为本身的心包膜 其实很硬 像像一个橡胶 即包含心臟 如果中间的水 越整越多 心臟就会受压迫 当时他反而有其他症状 可能会变成一些气喘 脚腫的情况 如果中间的刮 更读得太强了 你也认为 在这如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